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绝对不雅于九合一选举 本席今天要在此向权力国人呼吁 希望国人能够不分党派 不分世代 共同完成这项历史的任务 因为我国现行法治 对18岁年轻人并不公平 18岁年轻人可以考驾照 可以开车 骑车 负责交通安全 但是他们却不可以投票 18岁年轻人可以当兵 可以拿枪保家卫国 上战场杀敌人 但是他们却不可以投票 18岁年轻人可以负完全行为能力 如果杀人可以被判死刑 但是他们却不可以投票 18岁年轻人可以结婚 决定人生伴侣 可以决定生小孩当爸妈 但是他们却不可以投票 18岁年轻人可以应考试服工职 可以当公务人员 代表政府行使公权力 但是他们却不可以投票 这种对18岁年轻人 权力与义务不对称的现象 是我国法治的严重畸形 期待修宪 民主公民复权来矫正 环顾世界各国 18岁公民权已经是世界的趋势 西方各国自60年代开始 就开始将投票年龄降到18岁 或甚至16岁 周边的日韩等国 今年已经将投票年龄 降至18岁 韩国甚至可以让18岁的年轻人 来参加公职的选举 因此在18岁公民权上 台湾已经在世界民主国家当中落后 我们现在应该要亡羊补牢 急起直追 尤其我国修宪门槛相当高 通过门槛高达965万票 说实在 这比蔡英文或马英九选总统还要困难 因为所需的票数 比他们选总统所得的票数 都还要高出许多 所以现在是最珍贵的宪法时刻 一旦修宪失败 未来机会很难再来 其实台湾社会是选择相信 18岁年轻人的 才会愿意给他们有许多的义务 以及责任 但是不让他们有投票权利的矛盾做法 等于对年轻人的集体不公平 集体不正义 而对台湾年轻人的不公平 不正义 就是对待台湾自己的不公平 不正义 所以为了追求台湾自己的公平与正义 本席要呼吁 全体国人共同站出来 自己的宪法自己修 自己的年轻人自己救 就在10月26号这一天 我们不分党派不分世代 共同召唤国民总意志 共同站出来支持18岁公民权入宪 拜托大家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